近半个月以来 台军曾高度保密的雄风2E巡航导弹 遭到两度曝光 有军事专家指出 不排除台军有意给媒体喂料的可能 8月16号有岛内媒体报道称 台湾中科院与扶小钱在九棚基地 试射了一枚雄风2E巡航导弹 并且通过现场画面曝光了导弹的弹体外形 数天后又有岛内媒体引述所谓台湾网民 在网络论坛的发文称 台军目前至少已组建三个巡航导弹营 其中新组建的巡航导弹营 驻地位于台湾中部的苗栗 有媒体质疑 雄风2E巡航导弹 一支被台军视为杀手锏武器 服役十多年来始终处于高度保密状态 为何近期该型导弹被接连接开神秘灭杀 背后有什么玄机 对此有大陆军事专家分析 也许这个意外曝光并不意外 高度保密的雄风2E也并不太值得保密 专家表示 这种主动曝光的背后 首先是民进党当局走夜路吹口哨的壮胆心底 雄风2E此次接连曝光的时间段 和赖清德过境窜美解放军进行军事反制的时间段几乎重合 极有可能是民进党当局在故意展示一种强硬姿态 其次此举也是在配合民进党所谓备战以避战的选举策略 目的就是为了继续误导欺骗岛内民众 虽然该导弹被当局大肆吹嘘 但实际上在解放军遥遥领先的反导能力和战时的饱和攻击下 雄风2E能否生存 在飞行过程中会不会被拦截 能否精准打击目标 军事专家认为 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民进党当局寄希望于一两件武器来达到以武剧统的目的 纯属痴心妄想 这些都是一件武器来达到以武剧统的目的